6月6日,德云社成立15周年系列演出第二场,即郭德纲创作相声专场,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 在这场演出中,所有相声无论是郭德纲、于谦亲自演绎的,还是由徒弟们来表演的,这些段子都是由郭德纲创作。 当天正值端午节,郭德纲和于谦的第一个大活吃论,就十分应景地把端午节的粽子融入到这个老段子中。 用郭德纲的话说,就是尝试尝心。 端午是粽子,老郭送欢笑,老郭和钢丝们在一起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端午节。 您说好,得这么大酒,咱们不小,将你弄开的里面是一盆,连盆没抱着你,老学忘了馅儿的,我在家我也想,包送的,您也会这个,会包但是这馅儿的,想起来弄什么的,想起来,韭子鸡蛋,你看这个汇车。 哈,哈哈,口口正在那儿,鸡蛋在那儿。 腰子馅儿啊,猪大肠馅儿,猪大肠馅儿,皮皮虾馅儿,盐馅儿,盐馅儿, 我喝了它 外号叫咸姜米 咸姜米 想不起来吃什么馅 你都泡好了做饿了泡沟 吃什么馅的 一抬头 挂着鱼签的照片 我又有什么关系 来个猪头肉 暗爬想起猪头肉 你看很亲切 朝天的摔倒了 这些挺像什么建议 这个 这就是躺起来 如果感觉嘴里面有樱头 那就是脸朝下摔 很多地方 如果觉得地板在移动 这个 那就有人往外瞪 那给你蒸鸡过去 觉得啤酒特别的清澈 那是 那是有人泼你 拿水泼你的手 因为我觉得身上很疼 赶紧向所有人道歉 不你们谁打的你 打完人向人道歉 酒要少吃吃要多汁 啤酒你没量喝不了 是 人说白酒倒是能练 哦 林老师 当年喝白酒喝不了太多 没什么练 现在喝白酒 好家伙 了不 这都练 也在于练 喝白酒夏天喝 夏天 才涨呢 热天 哎呦 穿叼皮下衣 哈哈哈哈 我撑着就 叼皮下衣 披衣被我 喝白酒喝辣 吃辣椒 嗯 在太阳底的烤火 哈哈哈哈 我这身体要了的了吧 我就别喝了呢 不光这么重 嗯 在吃上再调整整个儿子 酒量全上调 而且这么调整 人家这人 哎呀可会调整了 是吗 大脖 哦 那时候买那个 猪腰子呀 干嘛 羊腰子买鲜的 嗯 哥在家里边 白水煮 煮腰子 煮腰子 哎呀 哇啦 整个人倒不出来 谁炖尿呢 哎呀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 真不骚蠢子 啊 嘴承这什么 嘴托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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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剩练尿了 哈哈哈哈 我这练尿 啊 哎呀 哈 那些嘴多买黑鞋 哦 啊 倒不过船紫啊 啊 有船锅的 那些什么江志 啊 嗯 他买个生潮吃 那什么 嗯 天,脆了吗?脆,好吗?好,来二斤哩 这是什么季节? 反正追的蛮借跑啊 所以爱打不关 就为了锻炼身体 跟吃没关系 有的时候坐到后台捏出一块咸菜搁的来 吃咸菜吃 兄弟你怎么了? 这不是为了拜个火吗 吃咸菜拜火 吃咸菜怎么能拜火 这玩意儿不喝水吗? 我不是坐吗? 你直接喝水好不好? 直接喝下去 所以拿咸菜就 就跟你直接跑跑不了 非凡咋都拿到 什么人是? 德云社俊高人 高峰也是 过日一庆 一般不该花的钱绝不花 那好 但该花的钱也不花 那就没花钱的地方 他请客永远是早点 吃早点 还点便宜 那最早吃早点能吃哭了 怎么? 拿着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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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耗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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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侯镇大伙都知道 我师弟 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 对 侯镇他们楼上楼下 早些侯也不住在那儿 后来搬那儿去 高峰了 哎呀 侯镇搬楼上了 高峰家里面 连没起楼都卖了 就不打算起火了 他就没问了侯镇 侯镇是常年啊 像肯德基要酱的主 哪都有酱 两大快餐 算德文社下熟企业 改食堂 到点了一吃饭了 这高峰上楼了 找侯爷串门去了 就吃饭去了 侯爷本来正吃着呢 一听敲门 把东西都搁铺底呀 什么人 搁好了 自个儿坐着弄牙签 假装吃饱了 其实还没吃呢 高峰进来 摆摆摆吧 这房子装的不错 挺好 看看我这卧室 这是我的书房 侯镇的书房 我给鞋的扁 沙拉字 叫鸡贼轩 你看很了解他 太熟悉了了 两人聊天吧 是 大上午十一点 聊到下午四点半 猴镇都昏过去了 冰雪糖 昏过去了 猴镇糖尿病 吃饭之前 打了一针医保护 打完了准备吃 他来了 这不是都搁出铁了吗 这不是要了命的吗 我们是 spontaneous 衣服的 atha 船 甲 咱